好天气热大家都喜欢喝冰凉的鲜奶 可是很多人就发现说 怎么要去买的时候发现鲜奶大缺货 原来是因为乳牛太热吃不下了 那么最近卖场呢 很多民众发现说如果太晚去 这鲜奶架上就空空的 买不到任何鲜奶了 洛农解释就是因为天气太热 乳牛吃不下 当然命乳量也跟着减少 而夏季鲜奶量比起冬天 减产一至三成 到大卖场买鲜奶根本是用抢的 手拎了两罐还不够 甚至连手推车也直接堵在 牛奶仓库前卡位 就是要抢到一罐冰凉的新鲜牛奶 鲜奶缺货啊缺得凶 鲜奶缺货缺得凶 不仅是在大卖场抢翻天 流锁超市更是瞬间秒杀 才刚开门营业 牛奶柜就抢到几乎见底 真的不夸张 为了抢鲜奶还要排队等上架 连锁超市闹鲜奶慌也贴出告示 夏季严重缺奶到货量不足 晚来买不到的只能say sorry 整整两层的鲜乳区几乎卖光 强到出现一二三四 四个大凹洞 这一整排鲜乳全纸低纸零纸都卖得一贯不慎 鲜奶会供不应求就是因为太热了 气候炎的牛会比较受不了 像牛奶有差的 会啊对会啊 差几成 有些差二至三成这样 远今年夏天实在热到连乳牛都没食欲了 吃不下导致蜜乳量减少 夏季深入产量也比冬季减产一到三成 可能要等到11月产季才会恢复正常供乳 但夏天民众跟饮料店对于鲜奶需求量大增 难怪鲜奶抢翻天 今年夏天想买鲜奶 手脚可得比别人快 追逐陈生云黄沛如各种报道 看起来 血友独特地买天 北大增 海亚 海亚 海